事故 功德者 及经中所说 横处三界 云灯似土 一身不服 究竟极光 诸师大德 苦口破心 劝导我们 我们 看到经文 看到 朱节 年老 引用的 祖师大德 这些文字 要深感恩些 太难得了 指一句话 一念 习近 之心 持民 求生 这个人 这个人 这 所说的功德 太多了 经上所说的 把他归拿起来 就这四句 第一个 横处三界 超越六道轮回 是一层一层超越的 地狱到 超身 到 莫贵到 莫贵到 超身 到 出身到 出身到 超身到 人到 人到 在超身到 天到 天有二十八尺 有一界天 四界天 五色界天 到五色界天 天顶 出去 再出轮回了 轮回是这么个出发 每提升一个阶层 时间都很长很长 要输出 出轮回 所以 多少修行 修得很好的人 有没有出轮回 没有 身在天到 天有寿命 寿命到了 也有身 劳病死 天人的福宝 寿命长 他什么时候 干到苦 腰酸背痛 老了 老苦了 拘离他 死的时间 七天 他感觉到了 不对了 快走了 所以天人聪明 在这个时候 念佛王神 都来得及 七天的时间 足够了 但是 他遇不到 能不能遇到佛法 关键在这 遇不到就没办法 如果遇到人 提醒他 他 一心 专念 无量受福 阿弥陀佛 他就能往生 他就能够 他就能够 到达了